记者正经以台北报道,一名戴着安全帽、口罩、拿着枪支的抢匪,在上周四十五时徐创进台北市巴德路上的中国信托银行。 抢匪冲入马上对驻航员大喊抢劫。 趴下,不停,开枪哦,吓坏银行内的人员。 所幸,这其实是警方进行的金融机构防抢演练,又鉴于日前其他县市接续发生金融机构强盗案。 松山警分局主动协调侠内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实施员工自卫编组演练,其有演练以提升金融机构及时处置和自我防卫的能力。 一名女行员笑说,虽然知道是演习,但仍会紧张,听到歹徒大喊抢劫,我吓到差点从椅子摔下来,透过这次演练,也让我们了解万一发生状况,要如何因应,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,也可以加强行员的警觉性及自保能力。 松山分局表示,防抢演练及由同人假扮的盲面歹徒,趁银行库打样时闯入营业大厅,高喊抢劫后,训练行员如何避免伤亡,并刺激按下警灵,吓跑歹徒,同时透过连线通报辖区巡逻警网赶底,当场将歹徒制服。 松山分局指出,警方可及有本次演习之道行员应有任务编组,分工专责报警,与歹徒协商,记住歹徒容貌特征,车号及逃逸方向等,并迅速拨打110报案,以争取警察时员,期到时间,及事后相关资料之提供。